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世界之最 就是世界之 我能流口水 吃了会上瘾的 独自吃不如种自吃之 美食第一名 看这个热灯灯 红彤彤的串料 在三十种中药 炖煮而成的麻辣锅底中 加热汆烫 香气逼人啊 麻辣汤就是把那块 肉丝跟树菜 然后穿上串 用竹签给一串一串的 穿起来 然后大家就便于选择 一串也可以 两串也可以 它的选择性非常之强 它不像火锅 火锅就是一份一份的 像一个人两个人 它就吃不了那么多品种 但是麻辣汤就不一样了 麻辣汤它可以选择 很多的品种 一起下锅煮 它可以吃到那块 荤的树的上百种品种 四川的美食特色 是以麻或辣扬名世界 这道利用当地特产的辣椒 自作出的麻辣烹香的啵啵鸡 令人口水之流 在我们煮备呢 是以鸡肉为主的 它就把鸡切成片 然后鸡肉是鸡肉 鸡皮 鸡骨头 鸡脚 这是分开而成的 它就没有像我们现在 然后串成串 为什么叫啵啵鸡呢 到我们这里带 因为我们用一个容器 一个脖子 把它装在里面 所以把它演变成的 这个薄薄鸡是这样的 不过呢 来到四川乐山 还有这个 错过这一味 会气得剁脚哦 将当地水牛的牛肠 牛骨牛腩 在锅中汆烫 搭配四十种中药 炖煮五小时汤底制成的 翘脚牛肉 是清朝流传到现在的 乐山特色餐 翘的牛肉起源于青光旬年间 当时的人呢 只喜欢吃牛肉 不喜欢吃牛杂 然后有个周天顺 他去寻求了一个方子 可以开胃善寒 并且就是配上牛杂 特别好吃 他就把这个东西 拿到我们这个 书记镇的货运码头 去板个摊去卖 当时的那些天夫农民 蜂拥而至 他们又不拿凳子出来 为了更快地消化完吧 然后大家就 脚翘在那个桌的横杠上 有个着力点这样子吃 然后所有的人就把这个牛肉 就称之为翘脚牛肉 乐山味聚成的乐山美食 麻辣香整个过瘾 同学们不如跟阿咪组团来乐山吗 眼看世界珍贵遗产 搅走山姜油 嘴吃好几顿的 睡到饱吃到饱美食之旅 对不起 好